为鼓励国内读经教育活动 并为将于12月8日上午在彰化县园林演艺厅隆重举行的全国颁奖典礼活动预告 彰化县政府29日上午在县府中庭举办记者会 副县长柯成坊、台湾省政府组长廖登芝及台团法人读经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许豪婷等贵宾与会 由育婴国小打击乐表演及洛京国小学生表演读经背诵为活动暖场 并展示彰化县学校今年度推动读经成果 以动静戒备的姿态给予嘉宾一场愉悦的读经饷宴 学因为的孩子不会变坏 那大家也都知道 学经、读经的孩子一样都不会变坏 那读经这几年来 不管是在政府机关、在民间团体 这个风潮可说是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 越来越多的同学们跟家长们一起来参与 经典书籍是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 台湾省政府为了要推广经典教育 来强化孩子们的语文能力 健全、文革发展 传承我们固有的优良文化 从89年我们绝合了全国各县市政府 以及各县市的读经团体 开办了第一届的全国经业总会考 到目前我们已经请办了十四届 那这个会考是在台湾读经界来讲 是一个年度大事 那对读经的孩子来讲意义非常深远的 因为我们目前整个社会很动荡 我们的人心沉溺 生命产生种种的苦痛 那就是我们脱离了经典的心血 没有承接圣人的智慧 所以读经是对的 它是很重要的 而推广读经是破绽眉睫的 那么透过经典总会考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读经的孩子有一个目标去努力 那么也可以带动成全国的读经的风气 江华县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读经教育 除鼓励学校结合民间单位办理外 今年度也补助了学校举办 属其儿童读经自信成长营 及儿童读经社团活动 目前估计约有35所学校 共计1900位学生在校园中一同送经古籍经典 借以电力语文能力基础 并有助于人格教育发展 因此希望全国各小学一起推动 此有意义的读经活动 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